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报 那业报的方面已经讲了蛮多的 我们最后讲到的是从造业 你造了业 不管是善业 恶业 再到受报的这个时间来说 有三种 叫做三十业 三十就是三种时间过去现在未来 一个叫做现报业 就是这种业造了之后 他今世就会得到果报 那另外一种叫做生报业 生出来的生 生报业就是说在死后来世 马上就会得到果报 那第三种叫做后报业 就是可能在未来的哪一世得到果报 这三种 现报业 现报业 生报业 还有后报业 业为什么会有多少时间才会得到它的果报呢 它有几个规矩 第一个规矩 轻业 轻重的轻 轻业容易受现世报 意思就是说 这个生 口 意的 不管是善业 恶业 如果它是比较轻微的 举个例子 你早上你跟人家讲说 早安 他就给你回馈一个早安 马上你就得到一个果报了 那那个是轻的 一个小小的善事啊 或者是讲人家坏话啊 说是是非非的那种东西 那可能就是很快就会得到那个果报 轻业容易得到现世报 反而是众业 众业什么时候得到果报呢 那众业就是说 在杀 盗 淫 忘 这方面呢 你伤害到人家 伤害到别的众生 不管是人或者是非人 你让他得到很大的痛苦 通常这种众业 在你在往生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它会呈现 那你接下来 你得到那个果报 就会让你生到那个恶业的地方 比方说畜生恶鬼或者地狱 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观念 他不了解的时候 他一直认为说 我看不到因果 为什么我看不到因果 就好像说 有一个人 伤害到他 他马上要看到他得到痛苦一样 因为别人造成他很大的痛苦 可是他不知道说 因为对方造的是众业 所以他的那个果报 是会在灵命中时 还有他的来世 马上 就是他下一生 他就会得到这个果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在之前解说的时候 我有特别地讲到说 我们要把夜报啊 这种观念 当作这个能量来看待 那所有的能量呢 它有那个所谓波度 波 波浪的波 你把它当作是波浪来看待 OK 波浪如果是一米宽 一公尺的波浪 你有一个小船 在这个一公尺的这个波浪上面 它会怎么样 很颠波 它会跑来跑去的这样子 因为它短 短波 容易感觉到那个震荡 可是什么东西不容易 感觉到震荡 长波 长波呢 就是属于那种所谓 tsunami 海啸的长波啊 它那个波浪的 那个长度差不多是 一公里至两公里的 你如果是在那个 那个波浪的中间 在震荡的话 你基本上 只有一个上下起伏而已 你不会觉得很颠波的 所以 清夜跟重夜 可以用波浪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它 所以 清夜容易受现世报 重夜 容易受这个 在灵命中时 还有那个来世 而且重夜呢 它现世 重时受了所谓的花报 花是中华的花 可是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花 花朵的花 纵使它得到了花报 可是它到 往生之后 还会得到什么 真正它的果报 那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 他杀了人 那杀人犯 会被抓到 可是有一些人也没有被抓到 那没有被抓到 就代表说 它没有受到花报 可是有被抓到的人 它被关起来 很多人认为 那是它的果报 不是 那个只是它的花报 那为什么花报叫做花呢 因为就像那个树一样 它是先有花 后结果 你懂意思吗 所以 如果有一个人 他杀了一个人 他被抓到了 他被关起来了 他在服刑当中 他不是在受它的果报 他只是在受它的花报 等到他临命中时 就是 而且他往生之后 死后 他得到的 那个才叫做果报 花报跟果报 这样子 那业报 还有另外一个理解 就是贡业跟别业的差别 贡业就是 集体的 大家的 共同所造的 过去式的业 今世 大家共同的 得到 它的那个果报 OK 那 共业 跟什么的区别呢 它是跟别业而区别的 个人个别的业 所以 在共业当中 有没有别业 有 这个世间 每个国家 有财富比较强 强的国家 有比较穷的国家 OK 可是 请问 这个世界 每个国家 都有 富人 也有穷人 再怎么富贵的国家 也有穷人 再怎么穷的国家 也有富人 有钱的人 这就是说 共业里面 有别业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区别 我们身为 很多人都是移民嘛 当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 我们是要追求一个地方 共业 比较好的 就让我们可以 找到更好的生活的 可是 你到那里 是不是每一个人 他 改了地方 他就一定会得到 他所想要得到的呢 也不一定 有一些人会得到 有一些人不会得到 所以共业跟别业 有这个区别 好 那另外一种是叫报 两种不一样的报 一种叫正报 另外一个叫做依报 依止的依 正报是什么 就是你的 我们人是正报 众生 有意识的众生 这个叫做正报 他的环境叫做依报 所以当我们人 正报 而且集体来 我们这个共业 是善的话 那我们的 依报的这个世间 会怎么样 越来越好 我举一个例子 在中国的这个药 古时代有很多的这种 很奇特的药 是可以治很多种病的 可是它经过很多很多年 百年千年之后 慢慢因为众生的供业 越来越就是恶化 所以很多的那种药材 都不见了 慢慢的不见了 包括很多的那种众生 它也不再出现了 这样子 因为它会有一个变化 我们的依报 是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的能量而影响 所以我们是正报 那我们的环境是依报 那继续讲 关于这个夜报的这个运作 夜一旦产生 一旦造作了 它有善有恶 有不善不恶 它造作了之后 它会有它的时间 成熟 因缘成熟 它会得到报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 造了这个夜 不管是善恶业 之后影响到它呢 可以的 那那个叫做什么 一个影响方式说 造了恶业 要影响这个恶业 它的果报 能减少它的力道的话 那就是要什么 忏悔 忏悔恶业 就能让这个报 它不会消灭这个报 它不会消除 可是它能减少这个报 等到它得到这个 果报献钱的时候呢 它可以重报轻受 这是忏悔的作用 另外一个 回向 就是说 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行善 而且我们不作恶 可是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在乎的人 他们如果说造了恶呢 那或者说 他们已经正在受报 恶报呢 那我们想要帮助他们 那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可以回向 那回向如果说 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以 我们所做的 所有的功德 福德 我们希望我们 周边的人好 我们希望他们好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正能量 回向给他们 那我们回向给他们 我们会减少 那个福报吗 不会 越回向 我们福报 会越增加 那对方呢 他会 他能收到多少 你的福报呢 如果说从地藏经来讲 他就说嘛 你造了善业 善的业 那你可能得到一些功德 如果说这个善业是七分 那对方 得到了 你回向他得到一分 你得到七分 我应该说你得到六分 他把它 就是一个善业 把它分成七分 这样来看待 我们在回向给众生的时候 第一个得到利益的是谁 我们自己 所以诸佛菩萨 包括 普贤菩萨 在这个十大愿望 他就说嘛 普皆回向 普皆回向 做任何的善业 起心动念 都在回向众生好 让众生能快乐 幸福安稳和快乐 这样子 所以这个回向本身 利益到我们回向的人 也能利益到 受者 我们想要回向的那些众生 那刚刚夜报讲完了嘛 对不对 大致上 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那夜报的种类 我也讨论过 现在第三个 就是说 世间证件 就是 正见有前生 还有那个 来世 或者前生后世 你看我们人 我们生出来 每个人 模样都不一样 个性也不一样 还有很多的那种 习惯也不一样 怎么有可能 我们是第一次来呢 我们如果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生 那我们跟大家都一模一样啊 怎么搞得这样子 乱七八糟的 这样子 那 所以 从佛教的角度 说 你怎么 就是 你怎么样的去推理 都不可能是今世 就是第一次生嘛 一定有前世嘛 对不对 那刚好就 今天 就今天 有一个人 写了一个那个 message 视讯给我说 他最近在读 那个咨询 心理咨询 是关于那个 重大的那个什么 创伤 心理创伤 那那个 他说 他去上这个课 可是觉得 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 现在目前 一般讲这个 心理创伤啊 都说 如果你有任何的 不快乐 不满意的地方的话 都是你爸妈搞出来的 都是你爸妈的错 嘿 你想想看哦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的 要照顾 就先把他生出来 再给他吃 再给他教育 再给他怎么样子 你怎么有可能 还需要保障 他找到对的伴侣 他的工作 他的读书 他的怎么样子 他任何的不如意 他的所谓的创伤 他都可以怪罪到父母亲 这种生意 真的是亏本生意 超级亏本生意 从佛教的角度 不是这样子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得到怎么样的父母亲 而且父母亲 给我们怎么样的环境 都是谁造成的 自己嘛 自己过去世的业 得到的报嘛 自己跟父母亲的缘分嘛 这是缘分 这不是好跟坏耶 你们有没有听过小孩子说 嘿 我可别叫你生我 谁说的 从佛教的角度 是我们想生 我们执着生命 我怎么在 预知生的啊 或者是愿力而来 要帮助众生的啊 对不对 我们是自己想来的 是上一次想来的 结果就来了 嘿 不是来了 不是不如意 就要怪人家 帮我们带过来 这样子 嘿 所以说 从佛教的角度的话 我们要认知有前世 前世 过去世 所以过去世 有太多的善跟恶了 所以我们对这些恶的东西 我们曾经做过的 我们要去忏悔 那我们善的东西 要回向给众生 希望众生好 这样子 那这样才是 正确地认知 这个事件 OK 好 那如果知道 有那个前生 还有后世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说 这个生命要 完毕的时候 灵命中时 要进入到下个生命 那是怎么样的因缘呢 这个佛经有讲 有三个条件 也是讲业 业报 业的力量 它叫做第一种 随 随顺 种业 种业可以是种的善业 也可以是种的恶业 种的恶业 灵命中时 它基本上就可以感受到地狱象 它马上升地狱 没有什么在等什么四十九天 什么的 没有了直接的生 那就是随种业 那善业呢 也是一样 如果你造了很大的善业 种的善业 你灵命中时的话 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清安 诸佛菩萨 还有如果你是求生西方的话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应你了 就马上给你接过去 还有什么四十九天呢 对不对 这是随种业 第二个条件 如果没有种的善业或恶业的话 那是随什么呢 随你的习气 你的今世 今世你所修学的 你的习惯 那什么叫做好习惯 什么叫坏习惯 好习惯是持戒 生活有规律 待人处事 讲话 三思而后行 这些都是正确的 好的习惯 这种习惯 纵使在没有所谓的 重大的善业的前提之下 还是能生到善处的 那什么叫做 恶习惯 想吃就吃 想起床就起床 想睡觉就想睡觉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不在乎周边人的感受 那就是没有生活规律 这个是很恐怖的 所以很多人问说 会问我说 师父你觉得一般人 如果没有造重大的善业或恶业 可是他的生活习惯 就是活得不像人一样的话 他会去哪里 那活得不像人一样 这一句是我们人俊老法师 常常讲的话 我的老师 他说这个人活得不像人一样 就是说他早上也不起床 他该吃饭也不吃饭 他该运动也不运动 他不该说话就说话 他该说话也不说话 就该做的不做 该做的做一大堆的 那那种人活得不像人一样的话 通常就是得到畜生道 畜生道 因为畜生是愚痴的展现 所以真的很多人 如果说他没有在善法 在修行上面 我不是说宗教 我不是说在修行上面 修正他的行为上面下功夫的话 人的福报用完之后 再来就是生什么 不是地狱 因为他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他也没有去贪 就是说迁贪 宁舍 他就是很自然的 乱七八糟的生活而已 那就是会得到畜生的国报 那是谁习气 所以第一个指标是众业 善的众业或恶的众业 那第二个指标就是他的习气 善的习气跟恶的习气 不好的习气 那最后一个叫做随意念 就是最后一个念头 灵命中时 最后一口气吐出来之后 他的内心是充满恐惧的 他就会堕恶到 他畜生 恶鬼 地狱 如果他最后一个念头 那这前提是在前面两个 都没有 那个众业 也没有那个习气 那就只能是最后一个念头 所以我们在用功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 最后一个念头 可是也不能偏颇 什么叫偏颇呢 你把最后一个念头当作是 最后好像堵下去 最后所有的东西 那你不考虑众业吗 善的众业 如果你一辈子都是在做行善事 而且你养成好的习惯 你常常在念佛 你常常在做好事情 你需要去担心 你最后一个念头吗 不需要 因为你有众业 善的众业 跟善的习气帮助你 什么种人 最后一个念头很重要 就像那个 秧久摩罗那个故事 他杀身无量 结果他就最后 因为他 改过自新 人家那时候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造了很多的恶业 众业 而且他造了 就是说他的习气也是不好的 杀业嘛 可是他最后那个念头 是与正法相应的 他有佛陀的加持 所以他就有办法解脱 这样子 那是少数 少数之少数 我们要积极地造 好的 善的众业 再来 那个 好的习气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戒律上面 我们可以多探讨 那 谁众业 谁习气 还有谁意念 这个是让我们能得生到来世 我们可以清楚 佛法的政治见 那 知善恶 知业报 知前生后世 最后一个 很重要 这个是佛法 跟很多宗教不共同的 知凡圣 凡夫圣人 知道解脱是可能的 我给你们跟大家分享 绝大多数的宗教是 他有一个教主 最高的那个人 可是所有信这个东西的人 他是不能跟他一样的 佛教是不一样 佛教是说 而且佛陀他自己说 他能成佛 我们也能成佛 阿弥陀佛也说 他能成佛 我们也可以去他那边 再学习 再学习 再来成佛 所以 知凡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有正知见之后 我们要了解 我们虽然是凡夫 可是我们可以 转凡 成 圣 或转凡 为圣 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 表面上是在念佛 求佛 好 希望佛 加持我们 实际上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是时时刻刻 想要把这个凡夫的观念 转换成 圣人 佛的观念 转凡 为圣 所以 这个正知见很重要 你要了解说 有 圣人这一回事 就像说 有凡夫这一回事 凡夫有贪嗔痴 圣人 没有贪嗔痴 那我们从 有贪嗔痴 到没有贪嗔痴 就是慢慢地减少 我们的贪 我们的嗔 我们的痴 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们就可以转凡 为圣 好 那这个四个 加起来 就是世间正见 记住 世间正见 了解世间正见 彻底地体会 正入世间正见 才能了解空性 真正的正入解脱 所以 祝福大家 修学世间正见 成就 世间正见 阿弥陀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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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